哇~~好多藝術家在這邊工作著 跟我們的池塗茶一樣 這裡有點七天缸的感覺 哇塞 對 第三天早上 出發 終於好天氣了 Yes Go 飯店早餐每日有為變化 雖選項不多但人可飽足 陽台的景色最令人陶醉 好天氣好心情 獨古春 這裡 蠻多遍停車場的 這是最靠近的 然後這個店也開了耶 這個店都可以進去逛 欸他還蠻會改的喔 他連輪子都有改過 他一臉就是 請問你找誰 在雅氣墓之禮物口處 備用免費的停車場 或是在往內的北遙共同賣店前 也有少數停車格 獨古山遙 好 到了到了 就是這個燈窯 這個是他們這裡最大的特色 三隻小豬嗎 欸有欸你站在這裡旁邊這一棟感覺有像喔 哪一個兄弟 這是老二跟老三改的 老大的稻草屋沒有被蓋到 喔這邊是他們的資財室耶 這一間就是放木材的地方 喔看到主持人來了 這邊是獨古村 然後最有名的就是這個聯合窯 這邊是最底巷 水木材在這裡 那個窯呢 它是一路一直往上坡上去的 那這邊 藉由火燒柴的那個溫度 它會由下往上上去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聯合窯 裡面對放著窯燒需要的木材 這就是我們從外面看到的一個很大的窯 這邊一燒呢 它就是必須要顧了三天三夜 咬才會好 三天三夜 在以前 他們都是在那坝那一區 在逍遙 那後來就是因為逍遙會有環保意識 就是可能會造成溫度啊什麼的 所以變成用天然氣 但是他們在地的藝術家 就還是喜歡用這個木材燒的 於是他們就集中在這一區 讀古村 然後蓋了這個聯合窯 就是所有的藝術家 一起在這邊燒窯 那剛剛在那邊生活之後 其實每一個窯 它其實這邊還是可以去控制它的溫度 因為燒的有大有小 所以它就是這邊每一個地方都還可以加財啊 或者是減 就是調整溫度的地方 每一個就這樣小小的 一格一格的 所以他們就集中在這邊 燒製陶瓷藝術品 這就是聯合窯 好的 這就是聯合窯的一個外觀 前後是想通的 然後這邊的周圍 這個村落 就有許多頭藝家獨特的店 基本在這裡 獨補三窯聯合體 這裡集集了一大村落的一個藝術村 淡地非常廣大 我個人覺得是有一點像 和長村的那種感覺 只是它現在這裡是在沖繩 要像和長村一樣下雪恐怕不容易 這周圍真的很有他們的建築特色 這個 這裡都有他們的藝術品 他們那個紋路很像酥鮮 尤其是這個 超像酥鮮 真的 只有私人的 還是不能進去 哇 這裡還有半成品在外面 這裡 整個地方呢 其實真的是很有味道 現在成為藝術家 門檻直接提高100個美光 真的啊 先去櫻哥住一陣子再說 簡單的做法是就直接跳過這裡 好可愛喔 哇 這裡好多這種紅瓦小屋 哇 好多藝術家 在這邊工作著 好酷的工作坊 可愛的一個獨谷村落 北搖 北搖 我們在那邊走一邊跳舞的感覺 又在玩貓了 越來越舒服 好可愛喔 天哪 呃 想帶回家 他還自己換地方給我轉 好可愛喔 哇 當十字路口看見此標示 無論左右是否有來車 我們的車輛一定要先完全靜止後 看沒車再開過去 穆地地在你的右手邊 目的地在你的右手邊 走過來這片私有停車場 即可看見通往海灘的階梯 穿越向下的綠色隧道 迎面而來的就是向往的琉球碧藍沙灘了 好喔 來 在這裡 很像摩托車耶 哦 猛男耶 不是 不是 看到一個人說 誰說花錢不能買快樂 那你去騎騎水上摩托車 對 那你知道什麼叫做花錢買快樂 所以他的快樂真的 很像摩托車 因為 誰說錢不能買到快樂 我買兩台Ducati給你 快樂了吧 快樂了吧 對 這不是要放自己來吧 你這麼摩托車好吃 你這麼摩托車喔 有 哇 哇 這裡就是全部水上的一切就是用租的 然後這邊你知道嗎 因為怕會有水母 所以他那邊其實都有那個網子圍起來 所以你進去那裡是安全的 好可愛喔 來 今天帶大家來到海灘了 來沖繩就是要來海灘 不然要去哪裡 哈哈哈哈哈哈 在這邊拍海水 拍得不易樂福 非常透明的海水 非常透明的海水 真的非常透明的海水 有人抓到一只螃蟹 这是沖繩本岛少有的高透明度天然海滩 现人保持着大自然云有的美好风貌 常被误以为是饭店专用的海滩 其实这里即便不是住宿客也可以免费入场 还有海滩的一个介绍 海滩全场约为350公尺 沙滩上插满彩色缤纷的海滩伞 配合夏季的水上热门活动 不论是休闲还是运动 都能勾勒出迷人的度假风光 这里就是Niri Beach旁边的一个恋人甲 这边一个制高点 所以视野看过去可以看到整个海岸 然后这边海岸也有不一样的景 好所以有到这个Niri海滩的时候 记得往旁边的阶梯上来 恋人甲这个地方 third area Benta Cafe 这是新野集团的 конвер 利用自然地形营造出的非日常空间 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海景咖啡厅之一 咖啡厅利用原始海岸地形 营造了四个别具风情的座位区域 依自己喜欢的位置放松身心 这里有珊瑚礁和大型岩石环绕的美丽海域 保留着丰富的自然风光 可俯瞰地平线 并可在傍晚时分欣赏到落日海洋的壮丽景色 向左转 然后目的地会在你的左手边 这里是长坡甲的停车场 对面这里有一个公厕 后来就会看到长坡甲灯塔了 等一下我们要登上上面的灯塔 就是我们那个海岸边一样的 对 大家都喜欢这样 而且大家不会去找别人的来堆 不急于在这里的海堆 中间是倒掉的吗 白色的灯塔是缠播甲象征性的地标 它耸立在悬崖边上 是冲绳最高的灯塔 约有31公尺高 相当于10层楼公寓的高度 好 这边需要购票 一个人是300块 在购票之后呢 这边进来 冲继的外国旅客的投资 这样子 我们是台湾游客 三颗一颗 好 就快要追过这个香港游客了 OK Let's go 总共有99个阶梯 是的 它的间距还蛮大的 已经告诉你爬一半了 不知不觉就这样爬一半了 然后贴心的 贴心你要记得休息水泵补充 OK 这边告诉你 A little more 快到了 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阶段 接下来 直接是垂直式的阶梯 这需要靠双手 OK 将近90度的最后一个阶段阶梯上来 除了这边要小心 口顾 哇 哇 跟我们的食人塔一样 哇 要非常注意哦 风非常简单 你吹下去 水会滑下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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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大了 哇 老鼓要补好哦 不然你会被吹走 哇 視野超棒的 要很小心的走 然后那个浪很漂亮 那个的事物是用渲染出来的 啊 真的 是不是还是得要爬上来看吧 这个夕阳的时候 它应该也很大 你来啦 这个风真的好大 那是比较快的 真的 有什么 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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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票后 登99个阶梯 及到塔顶 海岸线非常漂亮 视野极佳 不过因为是海甲 海风非常强烈 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冬天 可能会觉得特别冷 示范下楼就是要这样子 倒退下去 从灯塔看到的地质公园 俯瞰着枯蓝色的大海 未经人工整修的天然海岸线 也是在地钓客的钓鱼天堂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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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